原料 熟耳肠200克 青椒30克 红椒15克 豆豉 蒜末 姜片 葱白各适量 调料 盐2克 味精 鸡粉 蚝油 辣椒酱 料酒 水淀粉各适量 做法 将熟耳肠切成段 再把洗好的红椒切片 青椒切片 营养分析 青椒营养丰富 富含膳食纤维 维生素 碳水化合物等营养元素 其特有的味道和所含的辣椒素 有刺激唾液和胃液分泌的作用 能增进食欲 促进消化 辣椒素还是一种抗氧化物质 它可阻止有关细胞的新陈代谢 从而终止细胞组织的癌变过程 降低癌症的发生率 制作指导 在切辣椒时 先将刀在冷水中蘸一下再切 就不会烂眼睛 用油起锅 倒入蒜末 姜片 葱白 豆豉 和鹅肠炒匀 加料酒 清红椒炒香 倒入辣椒酱 加少许清水 加少许清水 淀粉 调入盐 味精 鸡粉 蚝油炒匀 加入少许水淀粉勾芡即可出锅 加入少许水淀粉勾芡即可出锅 口味辣 烹饪方法炒 功效清热解毒 适合男性使用